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回的就是来回旅行的次数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险起见 真的是不想犯一些比较低错 同时是浪费一些很重要的我们的弹药资源什么的 所以说我一切都是以稳为主的 慢点就慢点了 现在可以去做的有两件事 一个是我们到这边后院 后院去把电池放下来 另外一件事是这个门 这个门上应该是有两块 是一个金属物体 一个金属物体 还有一个是金属跟实质物体 把这个放下 从而是开启这扇门 总之这两个东西 我们都需要往整个我们面圣的东边移动 所以说现在人要做的就是先转移一下 这样呢我觉得比较快速的转移方式吧 还是从从我们二楼啊 大概是这么走 这边出去好像还有一组野生的草药 另外不太清楚这个外边有Hunter吗 暂时是没有啊 好像是没有 这是什么 好像是有 发现Hunter的叫声也是比较可爱 好像是我是模仿不出来啊 好像是哥哥哥的叫 我猜想Hunter好像是会开门吗 我不太清楚啊 从我们第一次预验Hunter的这么一个动画来看 他貌似是会开门的 让我们做个实验吧 希望他不要从这个破门出来啊 这样呢 我只是身上带上其中的一个金属牌子 为什么不让用呢 或者说需要往 比较有意思 这是一个八边形的一个东西啊 需要组合一下 我已经搞不懂啊 我已经在门的左边跟门的右边都已经是尝试了 这个还是按不上 这样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 哎我想错了 另外一种的是我需要把两个东西全带过来 可能需要先按其中一块 然后另外一块才会变成可以使用 当然是不太清楚啊 这样我身上这块可能是暂时先白带了 这样没有关系啊 反正也是路过嘛 暂时没有敌人 这样我的想法可能是有点错误了啊 我的想法是之前的想法是本身这两个物体 难道是用这个两个奖章 没有任何意义啊 他们的形状都不是都不一样啊 这是一个圆形奖章啊 可能也是不太对啊 这样我们先去把那个电池放下吧 放电池的话 需要用什么东西吗 好像没有什么 这边有一个有个摇杆 这摇杆当时是我们需要把水等于是放干 用这摇杆 是这么走吧 应该是没有错啊 暂时是没有跌啊 可以来看 嗯 哇 哎不好这里有蛇天呐 哇 哇不好下蛇雨了这个天呐好恐怖 可能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回去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只狗 如果可能的话呢 我还是不想 我不想就是浪费弹药在这只狗身上 因为我觉得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我们直接是直着走 哎走到这儿 然后把电池安上去 然后再上来 应该就是 应该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不会 可以是把这只狗直接忽略掉 我们要去抓紧的话 这样这个捷径应该就是弄好了 这个地区的三只狗 我还是当时我还是杀掉了啊 毕竟当时是真的是被扑了一下 吓傻了 当时的反应就是原地去反抗 结果三只狗也是够多的 这样应该是我们这边的residence 可以看也是完全探索完毕 这边呢 这个地方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也是不太清楚 暂时先忽略就好了 这样唯一能做的就是往回走 去把我们这个门上的一个这个标记啊 拿下来 就是好像是当时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 它的名字应该叫金属跟石头的物体吧 当时我们就是大厅那个往通往地下的那个门啊 哎 拿不了 就是放不进去啊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还在上面啊 这回呢我们再试一下吧 把这个东西也是拿下来 我们带上两块 两块这个物品 但是没有底 我现在也是比较小心啊 毕竟 给我感觉上带着身上带着这么多的任务道具 往去往一个地方去触发 可能是触发一个机关 我觉得游戏可能判断为我们正在推进进行 所以说可能会加入一些比较吓人的一些因素去解 比如说哪里穿出一只Hunter来 所以说现在也是走两步就要描一下 像这两个东西带上 还有什么要带的吗 我是想不起来了 我觉得就这么走吧 哎 这样一楼我们要回去的话怎么走呢 先去上二楼 不好意思啊 又忘记我的鼠标 这应该是回到大厅了 大厅 那之前好像是在外面阳台的地方吧 之前在阳台的地方也是遇见了一只Hunter 我再听说他会不会开门过来抓我吧 这回呢我们之前是使的这个金属物品吧 还是没法使啊 这个能使吗 这个好像能使啊 但是好像 哎怎么还不能使 哦 哇 好像有点问题啊 大家看这边这个石头跟金属物体 好像是 外边带一个套 哎这样是不是外边这个套是实质的 然后里面是金属的 所以他叫石头跟金属物品 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东西好像是只有一个没有外边的套 可以看啊 像我们现在应该是缺一个套啊 那这个套在哪得呢 可能是这里吧 因为我毕竟是使的一个电梯啊 我们使电梯的话需要往这里跑去的 那这边是 这是怎么去的呢 实在是想不明白啊 嗯 这个这个门应该是没有关系啊 嗯 这个门 这里这里 可以看都是貌似都是绿色的啊 也就是说没有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现在缺一个套 我觉得有可能的地方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也不太清楚 肯定我觉得是跟那个电梯有关 这样我 我猜想啊 目前我们把这个物品可能是这个石质跟石头跟金属物品 我们目前来讲还是没法放到这个门上 因为这个门给我感觉应该是需要 你需要两个就是物品全同时放上去才能开启 我们要是把那个能放进去的物品放进去的话 我估计是没法开启另外一扇门了 所以说 我目前来讲没有办法 可能是我miss什么东西在这个 也就是在之前放电梯电池那里应该是还有什么东西可以 但我真想不起来啊 我也是搞不懂为什么游戏提供我这么一个捷径啊 好奇怪啊 像这个东西暂时是没有用啊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一会我们去试一试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能考虑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摇杆游戏中是没有提示 我们说是这个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说我觉得它肯定还有用 我们把这里边要是去这个后院的话 可以看我们这个电梯能 就是说它能洁净 它是哪里洁净 就是说可以把这一部分东西跳过去 所以说我觉得 可能跟这个 就是等于是跟它跳过去的东西可能有关联啊 这样我们把这个摇杆带回去吧 再去去看一下究竟是一个什么效果 我现在真的是想不明白究竟是这个地方 是我miss了什么 哎 鼠标又是每次都忘记鼠标 这个真的是 我真是没有办法 哎怎么又不让使了 还好啊好像刚才是我们面朝的方向不太对 误会 误会 破碎 像我是不太清楚啊 那边的阀门应该是我们用完以后 他会把水等于是排干 我们要是把这水再放回来 我觉得没有用啊 在清风我们看试一试吧 可以看这个水等于是又回来了 这个有什么什么作用吗 搞不懂啊 总之我现在真的是脑袋已经快爆掉了 实在是想不出来这个会发生什么 我们就只能去看一看了 毕竟这个电梯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啊 就是等于是他的作用 就是在我们那边有水的情况下 可以是直接是pass过那么一个区域 不会吧 这么劲打 这里有多少只高 好像是死掉了 这是我有看错吗 为什么中间好像是多出来一条通道 之前有这条路道路吗 我好像有点美目了啊 之前 我好像是两只狗啊 我说怎么打了这么多枪呢 之前我们在这里弄摇杆的时候 确实是我是没有太在意他的一个说明文字啊 他写的是我们有一个瀑布的声音是停止了 可能是哎这把我们把这个水等于是放完以后 可能是水改道嘛 结果是从这里是流了下来 所以是造成了一个瀑布 导致我们当时进不去 现在等于是把水又是给 现在是这个坝可能是给拦下来 所以说这个瀑布停止了 造成了这么一个效果 这个确实啊也是哎 总之是我是没有仔细的看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是导致也没有发现 不过还好是并没有卡太久啊 像这个地方好像都是绿色的 我们继续前进就可以了 但我现在的武器弹药也是有点少啊 我们可能看一下吧 我天哪这是哪里 旁边有一个前面好像是一个 比较有意思啊 这个地方好像是 前面是有打印机跟物品箱啊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敌人吧 这里有应该算是一个存档式 但是声音好像又不是存档式的声音 是比较 这是什么情况 好像是 天这是一个洞啊 这边有个摇杆是干什么用的 哎为什么 哎为什么没法用 这是什么情况 好 他想说这边是有一个应该是六 六角是不是 今天叫六边形的一个洞啊 我们的这个 这个crank应该是一个四边形的吧 可以看这是一个 看来这个孔术不对 看来 真是没有办法吧 这个地方为什么还是红色的 好像是那边有个草药啊 所以说这个房间目前还是不用标记为是 标记为是物品没有拿权 这样起码是又有剧情有所推进啊 起码没有没有卡住 还是还是不错的 这样我们把这个存档放一下 这个摇杆呢暂时先这样子吧 其他的东西呢 我可能会考虑把我们的子弹什么的 哇这还能 为什么是空向的 好吧我还从来没有调查过子弹啊 这个可以调查一下吗 好吧 哎 这样我们本是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 我们到底要带一下 还是带汽油吧 这样应该是没有其他路可以前进啊 就是这么一条路 只有一扇门嘛 好像是我们前边是一个死胡同 哇 我怎么看的这个远处好像是 果然是一个大石头啊 天呐 我怎么给我感觉很不好啊 老觉得这个石头好像是会掉下来砸我们似的 突然上想起了四代的 四代的一些QTE 我当时真的是手残 好多地方是死了无数次才过去 而且没死一次 他的这个QTE的组合还在还会变 当时真的是打得我很无语 这地方貌似是没有什么东西啊 可以看是也是变成了绿色 应该是东西被我们已经是剪光了 我们的物品哪儿可能是比较比较满 远处是有东西在闪光吗 果然有东西在闪光啊 这边说写的是变梯电源啊 我现在暂时先 东西先暂时先不解 我想先探索一下 想知道这里租订都有什么东西 好像是手枪子弹 好吧 这是我们来的门吧 这是我们来的门啊 像这是一个草药 那边应该是一个任务物品 这地上是什么 又是手枪子弹 发现是好久没有捡过手枪子弹了 这样 我先往前面看一下吧 这个门后面是什么东西啊 我估计可能要 我可能会去先选择回一趟这个储存室了 我这是哪里 这又是一个死胡同啊 再来一下 与开 磚雷 你做什么? 与开磚雷 尊正在 尊正在 呀 倒鞦雷 与开磚雷 这样这个剧情算是 我有点没搞懂 urico又是谁 可能也是我们的不是alpha t 就是boblative的 可能是某一个成员 当然我是 我不太清楚 毕竟我是第一次玩一代 二代中 我是真的是就算有提到的话 估计也是非常的 就是没有算是一个很一个很很配角的一个配角吧 他也是提到说好像是我们的是有类似于是有间谍吧 或者是内奸 您调查一下 虽然说我不太清楚 urico到底是是谁啊 但是这个 他拿什么东西 拿着一个一个摇杆 你的手枪呢 刚才我在 刚才我们在这个动画中看的应该他是有枪的吧 为什么不能拿枪呢 不好这个地方已经是变成绿色了 应该是能烧吗 不能烧 貌似我们的队友都不让烧啊 他说也是有算是有有内奸之类的吧 这个 哇 啊 啊 大家等我50秒 大家等我50秒 针跳特别快 其他的效果倒是没有 但是不太清楚到底是哪种下更加的恐怖一些 好像是近距离两发散灵枪子弹就可以把一只哈亚特干掉 这样我刚才说到哪里了 刚才好像说是有类似于是有 还有吗 没了 类似于是有 总之有拍内奸之类的 或者是双重鉴别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我是剧透吗 总之玩过 我是玩过二代跟三代 可能好像二代有交代 三代中貌似是没有提过 四代 四代没有提过 但是五代是很明显了 总之这个坏蛋到底是谁 应该是 我是应该是能猜出来 这样算了 还是不剧透了吧 可能也是有人是没有 没有玩过什么 这样有时Hunter出现了 这样我需要小心一下吧 这样物品栏是满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草药 还有一个我不太清楚 是做什么用的任务品 没有什么选择 我现在只能是先回去 先回去把这些物品 我先存到属箱里 还有吗 这样直着走是门 我们这边是什么 是一个大石头 这样估计我应该是清楚该怎么做 我们现在也是获得了又获得了一个摇杆 一会是把 这个房间不会有Hunter吧 这个一个厨师 虽然说它的音乐不是一个厨师的标准音乐 有可能是有敌人 我们可能是这个摇杆 应该是可以使在这个上面 从而是 从而是继续推进我们剧情 不过在这之前呢 我们看这期实践也是差不多了 估计我们先存存档吧 后续这个门后面有什么东西 我们也是下期再见 这期呢 我估计就到这了 是想咱们喜欢 这样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